最主要的老总 可以说张老师的老强是跨越国界的 已经走出国门了 是吧 对 爷爷在中国呢 不仅受观众的欢迎 他在外国也非常受欢迎 你像他去过国外的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法国等等好多地方演出 每一场演出呢 观众都是群情高涨 掌声呢就是连绵不断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说在德国演出 当时他们演完了准备泄幕 但是呢观众的掌声呢 就一直热烈不断 他们光泄幕就泄幕了三次 就可想而知 观众有多么喜欢老强这份艺术了 随后呢 一名音乐人呢 就找我爷爷进行合作 希望把老强元素 融入到现代音乐中去 成就了我们所听到的 春晚那个话音老强一声喊 刚才张老师一家 你们在台前表演的时候 曹老师一家在后面也都非常振奋 来说说吧 都什么感受 同样都是这个技艺的传承员 上老师在这个改良和创新方面 做得非常好 能让现代人的审美 能拥合到一起 制作我们学习 谢谢曹老师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 华音老强是非常行云流水的 很流畅 那我想知道学习的整个过程 是不是也不容易啊 老强是家系 从来不外传 他也有谱子 但这个谱子呢 是公斥谱 需要靠老师 口耳相传 外人是不懂的 因此 我儿弟坚持 天天练弹乐群 练嗓子 老强在舞台上一演 就是几个小时 你可想而知了 这需要练多长时间呢 谢谢姜老师 其实不仅仅是 时间上跨度的一个很长 而且还要一直保持 非常饱满的热情 姜老师您还记得 你第一次登台 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那是62年开始学老强 16岁 就是刘三年 开始登台第一唱 亚里斯 撒古亚裔的那边 接招云 那个三个小时 亚里斯后呢 全中战胜不断 呼声黑号 但是不知道 我的名字叫什么 跟我去这个外号 叫全点王 从那一会儿呢 那个叫出右一点点名气了 谢谢 各位 turbines 谢谢大家